主動取代被動 距離失去就是主動的去緩急它 壓迫它 這是最理想的 爭取跑跑機會 爭取你迅速能夠脫身的空間時間 好 大家好 我是龍飛 有鑒於近期發生的這個終結隨機殺人案 特此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防身應對持刀歹徒的觀念 先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個人是海軍陸戰隊退役的 在部隊承認格鬥總指失之 學過奪刀奪槍 舉拳 十賀拳 刺槍術 以及在民間接觸到的軍用Craft Maga 以色列格鬥術 對於應對持刀歹徒 軍用民用的做法 還有刀械的特性 這個是有相對的了解 我個人也曾經是ENT緊急救護員 在部隊受過TCCC戰術戰傷救護 所以特別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這個民用的 如何應對持刀歹徒 特別是在限制空間當中 就是像車廂之內 我們影片分享過嘛 如何應對持刀歹徒 如果今天是個開闊地 街道巷弄上 能跑就跑 如果你是民眾 你看到有人拿刀 能跑 跑多遠就多遠 跑就對了 但我們今天如果是發生在車廂之內 你跑不太掉 它可以迅速追擊 怎麼辦 我們日常生活中有很多 這些器具可以協助我們進行防身 那我們提到防身的定義是什麼 爭取逃跑機會 這個是防身 跟我們軍用不一樣 我們軍用為什麼要格鬥 爭取開槍機會 那今天在民用上 防身的定義是 爭取逃跑機會 爭取你迅速能夠脫身的空間時間 那有的人會說 如果今天遇到像鄭傑啊 中傑這樣子的這種殺人犯怎麼辦 我還跟他逃跑啊 我要跟他一換一了對不對 我寧願去見法官 也不要去見法醫對不對 在法律上有一個名稱叫做自衛殺人 我在國外的話 如果這個犯險他有明確的這種 重大犯行正在進行 比如說強暴案殺人 連環隨機槍擊殺人 刀蟹殺人等等的 這樣子的一個犯險 有明確的犯行正在進行的話 我可以使用結束他生命的方式 來終止他這個嚴重犯行的進行 比如說今天是一個槍擊犯 他拿著槍準備要掃射人群 我拿刀給他死 我終結了他這個罪行的繼續 那這個就是自衛殺人 在國外是無罪的 當然在國內的自衛殺人案件 很多都很難無罪啦 我這樣講 因為這個部分在台灣的法律 就是比較模糊一點 我們講的可能犯險的人權比我們還大吧 再來我們了解刀蟹的特性 刀這個東西他有什麼特色 好取得到處都有 美工刀 爪刀 蝴蝶刀 菜刀 任何的刀屑 他都具有這種切割 切畫刺 鋒利的危險性 那為什麼危險呢 因為他可以輕易的 切開人體的大動脈 我們人體有哪些大動脈 容易造成大出血呢 頸動脈 公動脈 勞動脈 骨動脈 這幾個大動脈 特別是你的頸動脈 骨動脈 有相關的影片可以給大家參考 不用多華麗的招式 一刀刺下去 就一刀 你這個人就沒了 我跟你講 我們EMT的話 即使再迅速的幫他止血 動脈點的大出血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你會瞬間就可能 死血過多休克 那死血量是真的很大 很難止血 你基本上沒有瞬間送醫是很難救的活的 所以動脈的大出血真的是很可怕 大家要小心刀屑的危險性 還有再來就是 胸部腹部 這整個部位全部都是你的要害 任何一刀進來 你就是脹氣破裂大死血 脹氣的死血也是很可怕 基本上就是沒有迅速送醫 就會量掉 所以要跟大家提醒就是 人體是很脆弱的 人真的很脆弱 只要你的頸部一刀 胸腹任何一刀 你這個人就沒了 甚至你會無力掙扎 沒辦法反抗 所以更不要想說你跟他一換一 做這個你拿刀蟹去做防身 你認為可以跟他進行這種刀蟹漏搏 你沒那麼神勇 這不是什麼軍事啊動漫電影 你不可能跟他在那邊刀蟹搏擊格鬥 他只要任何一刀刺中你的要害 那個劇痛是讓你無法承受的 你無法還擊 甚至連我們有學過如何用刀的人 我都無法說我可以保證自己在刀占中全身而退 特別像鄭傑這種犯險 他是有去研究過如何殺人 對於這個殺人的案件 他是有經過策劃研究的人 那你更不要想要跟他進行刀蟹的漏搏 那有學過TECC TCCC的朋友 應該大概都有一個觀念就是 敵火下最好的醫療就是火力 所以如果在這個傷患產生的區域 他這個殺人犯正在行凶的一個當下 有誰受了傷 我是沒有辦法 即使我是EMT 我也沒有辦法迅速的去幫他做止血救護的動作 為什麼 他還在啊 他還拿著刀正在屠殺 那我該怎麼辦 我最直接的就是 先解決這個產生傷患的來源 先終止他的嚴重罪行 這是最好的一個做法 我才能夠去後續的救治患者 對不對 刀蟹其實是很多這種準備者他們的EDC 但他就是工具的存在 他不是武器 所以千萬不要把刀蟹當成武器 在你要防身的時候拿刀出來 他就是工具而已 這要搞清楚 再來就是刀蟹不要露白 因為會違反社違法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日常有什麼東西可以作為防具的嗎 書包 書包大家都有吧 通勤族啊 都會背著對不對 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防具 那你說怎麼防禦呢 如果今天 應對持刀歹徒的話 第一個他可以作為 防護你的胸腹部 受到重擊的一個很好的防具 你的包裡面可能會有書啊 會有一些硬物對不對 他只要放在你的胸腹部前 對方的刀蟹無法碎形插入 那你的胸腹部 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護 所以書包可以往前背 變成一個防具 就有點像我們軍人的這種 抗彈板啊 防彈背心啊 這樣子 那你會說 欸對啊我現在有了這個書包當防具 我的胸腹不會受到致命傷了 但我今天還是無法停止他對我的攻擊啊 我該怎麼辦 我們這時候就要拿出 可以作為反制的防身武器 隨手可得 伸鎖閃 這應該通勤族很多人都會帶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不要進行這樣子槌打的動作 不要把它當成什麼棒槌啊 這是最無效的 把它展開 閃的特性是什麼 它像盾牌 它可以阻擋視野 阻擋這個泛閃的視野 讓它無法直接的衝向你 我們拿好閃之後去面對歹徒 閃永遠是面對它的方向 那第一個阻擋視野之外 它可以進行推的動作 盾擊 盾擊它 盾擊它 也許沒辦法造成它致命傷 但是可以嚇阻它 可以造成它 沒辦法直接的主動攻擊 嚇阻它 那當然 你要適度的去位移 因為 它今天這個持刀 集擊是一個垂直線上的攻擊 適度的去位移 盾擊它 那切記 左手去護好你的頸部 萬一它今天拿刀撈過來的時候 你可以去擋掉它 千萬不要讓它的手去撈到你的頸動脈 你今天如果是第一排 手當其中的乘客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散作為盾 去保護你後方的乘客 讓他們有時間去做反應 跑跑也好 去報案也好 去拿取可以還擊的武器來協助你也好 去爭取時間 我們第一排的就是進行還擊 對不對 那如果萬一今天 它想從空隙去撈你怎麼辦 我們可以用閃下的空隙 去做一個 蹬的動作 那像閃的部分 剛剛那種折疊閃它畢竟 為了方便所以骨架很軟 再來就是 很容易就會這種反彈 所以 這樣子的折疊閃 如果今天犯了閃它想要衝撞突破的話 是非常容易的 那像這樣子一體成型的閃會相對更理想 作為盾的話 面積大 再來它的骨架又硬 所以相對的 像這個是反收的 打開 它第一個閃面很大 你看你幾乎看不到我對不對 它閃面大 所以可以作為掩護之外 骨架很硬挺 所以相對的 可以達到更好的防護 那像有些閃的上端 是有這個尖銳的一個設計 所以可以透過它閃的那個主幹 來進行刺激 針對 這個嫌犯它的喉嚨 胸腹部 進行 重擊 是非常有用的 這個 盾挫的傷害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 多加利用 像這樣子的閃 當然 你是作為一個防身防禦 你可能是 底牌的乘客 你手當其衝嘛 你只能這樣子用一個盾擊防禦 你看這個閃面非常大 幾乎擋住它 但同時 你也看不到它 所以 只要切記 不要傻傻的呆站著 以為這樣子就沒事 要進行 還擊 主動取代被動 距離失去 就是主動的去還擊它 壓迫它 這是最理想的 這樣子的閃 我很推薦大家 背著 拿來做 防身 再來是近期的 就是非常多新聞 都已經有驗證過 這個東西 它的防身效益 它的可行性 辣椒噴霧 它是屬於 我們俗稱的魔法攻擊嘛 遠距離 然後可以造成 它 暫時性的 刺痛疼痛感 那這個東西 你說要應對持刀歹徒 面對面的話 你是會輸的 所以我們必須得搭配 剛剛講的這種 雨傘盾牌 今天前排的人 用傘 做為抵擋的時候 你後排的人就可以 趕緊的從你的背包 拿出你的EDC 辣椒噴霧 打開保險 對它進行噴灑 噴灑完之後 馬上的 去抵禦它 或者是落跑 這就是防身的定義 爭取逃跑的機會 它這個疼痛 雖然是暫時的 但足夠讓你們 一擁而上 去對它進行多刀 壓制 的動作 所以記得 噴完之後 大約5秒的動作 辣椒水生效 趕緊的 進行環擊 去阻止它的這個 重大繁襲 當然像 辣椒水的這個東西 你不能說 你買了把它當成防身符一樣 就備而不用 你最好買個兩三罐 然後來做訓練 先去測試一下 比如說 判斷風向 還有它的這個噴射距離 去透過一些事前的訓練 才不會導致說 真的要臨戰的時候 你拿出來 保險不會開 還是拿反了 噴到你自己人 對不對 所以千萬不要說 拿起來當 護身符戴著 OK 所以總結 以上的這些 日常用具的 防身使用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再次強調 我最不推薦就是 使用刀蟹防身 比如說 什麼拿棍棒 拿球棒 拿刀 要跟持刀歹徒 進行漏搏 這是不治之舉 你是去送頭的 拜託 所以千萬不要這麼做 所以呼籲所有 沒有任何武術背景的人 千萬不要 持蟹 進行 搏擊 這是最不理想的 像警政署他們建議的方式就是 車廂內有滅火器 或者是你身上有硬物 滅火器拿起來噴 我覺得在這種 臨危的當下是合理的 拿起來 砸也可以 對不對 或是你的包包裡面 有一些重物硬物 就拿起來 往他的頭部砸 這是最理想的 對不對 會比你想要拿刀蟹 衝上去跟他一換一 可能還換不到 的這種風險 還要好吧 對吧 所以 呼籲大家 擁有正確的防身觀念 然後 為最壞的打算 做最好的準備 那 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